应该每个人到教门去看 或是痛痛忙忙去度众生 不是因为他没有十倍心 他是很安全 他知道他的做法 他的做法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我们凡夫应该 痛痛忙忙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 应该抓他 应该用很多理论 去服他 让他来应心 让他来怎样怎样 佛菩萨根本不需要那么多 懂不懂 需要几个就可以了 然后他自己会传下去 传下去 然后徒弟去哪里 就是有师父在那里的 所以他感觉到很安全 天下本无事 比方说你还没成佛的话 那等一会儿他也让你成 就是这样 不过偶尔因为终生一直要求 还是哇哇叫 还是说我们好痛苦痛苦 我们不晓得我们佛在哪里 你说我们还是佛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他还是拉他这个臭鼻腩 这个办公室 就跑来跑去 又再讲一遍 你懂吗? 讲一遍又不懂 明天要再来再讲一遍 他讲到我们明白 也不是因为讲了我们明白 也不是因为讲了我们明白 而且时间到了我们就明白 而且时间到了我们就明白 讲不讲也如是 听懂不懂 师会是吧 不过因为不讲的话 他在这个中央无聊嘛 他在这个中央无聊嘛 没有人安慰他 没有人鼓励他 没有人解释 所以还是来这里 握手讲来讲去 讲不讲 等一下你会成佛 所以佛菩萨做事跟我们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看到医生或是什么 会救病的那种 用灵修救病的 那种 我们感觉到他们很了不起 我们很感恩他们 不过我们也忘记了 等一下也要会再病 佛菩萨虽然没有明明闲闲闲 去救人家的病 不过任何人听到他的名字 提救他的话 以后生生世世不会再病了 其实病的话 就病这一次而已 懂不懂 所以佛菩萨没有这种 交集的那个行动 像凡夫的人一样 他其实没有到你的家 开你的肚子 开刀或是帮你忙救病 他在家可以坐了 而且他救一次的话 永远不再病了 永远不会轮回生死 这个还是真正的救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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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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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心悔 民主上天的价值和文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